牟尼金色 英国祭祀集 事业学业相关问题 古空德系列 我终于考上国营企业了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来问赵登 我终于考上国营企业了 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名字 真的激动到泪流不止 这五年来对我而言是一段 难以形容的煎熬日子 五年前因公司缩编而被裁员 当时我下定决心要考一张专业执照 然后自己开事务所职业 殊不知这条路竟然是如此的漫长 五年来 我总共考了三次专业执照考试 每一年的结果都是落榜 我另外也报名其他国营企业单位招考 虽然都很认真努力地准备考试 但每次放榜分数都只有些微差距 差零点七三或零点四三分 几次下来心都被蹂躏碎了 令我感到极度失落 由此可知 考试是极花心力 财力 体力 脑力 记忆力的苦差使 尤其是我是尚有房贷 又无收入 且需拿孝亲费回老家的人 一考再考的内心压力 让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当时的自己很迷惘 不知是否该放下这一切 究竟是要面对 现实任命地去找工作上班 还是要继续考试 等一个未知的将来 准备考试的过程中 求神拜佛没有少 自身努力 意莫少 为什么却都是我落榜 好多的疑问得不到解答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求不得的苦 我真正体会到了 而且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 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他任职的工价单位 做短期的职代 虽然有经过公开征选 但朋友已为我安排妥事 就在面试后 人资单位要通知前 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 就进行取消这项职缺需求 让该单位主管及朋友都措手不及 亦无法帮忙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我求职的过程这么不顺利 已经谈定的工作 却突然取消职缺 为何老天都不眷顾我 连个短期的工作也不给我 就在人生处于低潮时 我遇见牟尼经社 开启我念经宵夜的因缘 向牟尼经社佛菩萨请示为何考试 工作都这么不顺利 佛菩萨慈悲开示 我的福德资良不足 有业力讨报及充犯等问题 需要一一解决 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就能考上 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也已经有神败到没神 所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牟尼经社佛菩萨所开示的功课一律 乖乖照办 持诵经文一段时间后 发现自己的专注力 提升比较不会有杂念 因持续送读 金刚经也让我慢慢放下对考试的不当执着 我仍然努力认真准备考试 但放下执着心一切随缘 这样准备考试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没有工作当权职考生准备考试的最后一年 存款都已经用尽 眼看没有生活费可以度日 就找份兼差的工作打零工 撑过每个月的生活 再将房子拿去借二胎 以利生活开支周转 日子苦不堪言 当时的日子就是下班后一直念经 老公也开始加入念经的行列帮忙消业障 因为过去世的自己心性不佳 伤害别人 与人接下怨仇 因缘成熟时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每天虔诚地向业主菩萨忏悔 请业主菩萨给我机会 让我能够因果债 功德还和业主菩萨解冤是解 硬考前二周 父亲却中疯了 我与家人轮流照顾 睡在医院陪病床的我 为了把握时间念经 带着小台灯在病房内小声的念地藏经 有几次更是从凌晨池送到天亮 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努力念经早日还清业障 根本不在乎在何时 何处念经 也不会感觉到累 因为欠债不还 未来业主菩萨的讨报 会让您更累 虽然这次考试成绩揭晓后 我只有考到第三名 仅得备取资格 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以往考试连备取资格都没有呢 我对送经还债更加深具信心 我相信我的诚心和努力业主菩萨都看在眼里 我相信只要我持续努力 终究会有还清业障以及金榜提名的一天 今年终于又盼到一个事务所的工作机会 我白天工作晚上进修二级 都已经三十好几了还在念书补学历 并且利用零碎时间努力念经 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 是国营企业打来问我 是否有医院前往就职 我当然高兴应允 当下有股冲动想跑到马路上 跪着谢天谢地 我喜极而泣 眼泪一直不停地掉 真的太高兴了 念经后有许多感触 在此与大家分享 一 福德资粮不足 业障阻碍 要什么就缺什么 求什么都得不到 二 念经后我就对佛法深信不疑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我都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 诵经行善就有机会改变命运 三 就算要给您的职位已经内定 安排好了 但业障未消 福德资粮不足 无形中仍是会失败 无法就职 业障消完 福德资粮不足 即使您只有备去 但上天仍然有机会为您开心缺额 或是留着职缺给您去就职 四 除了念经 每个月还要持续不断地行善不失 我从还没有收入 就开始不失了 不是等到 开始上班有收入才开始不失 五 念经的时间都是应给出来的零碎时间 念经在于有没有心去做而已 忙人时间最多 六 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身 口 意 念经只是修行的第一步 透过持送经文 让我们懂得自我反省 懂得觉察自己平日里的言行举止及意念 断恶修缮不再做一个无名者 七 有空多读《金刚经》 我发觉提升心性是最重要的 心性不提升好 对外很容易招来干扰 对内则有自己的心魔作乱 让自己勇士都无法得到解脱 真心的感恩牟尼 精涉佛菩萨 蔡师兄 义工师兄师姐的付出 在我人生极度绝望 使给我一线光明的希望 让我借由这个光源找到人生的出口 在这过程当中对生命也有了新的目标和体悟 最终也得到我想要的工作 感恩佛菩萨 感恩众生 分享完毕 感恩有缘人来信分享考取国营事业的心路历程 为了考取理想的工作 坚持五年 始终不放弃 真的很有毅力 其实 为了实现梦想 坚持不懈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些人坚持得更久 七年 八年 甚至十几年 就为了一元金榜提名的梦想 但人生有几个五年 有几个十年 人一辈子有多长的时间 能够这样坚持 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 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行为 但若是有办法让自己更快达成目标 完成梦想 是否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 让自己能够更快地考上圆梦 而不是一直在时间的流逝与不断的落榜之间拉扯 煎熬 文中有原人分享 考了五年 却年年落榜 连短期的工作也得不到 最后存款都用尽了 人生未来该怎么走实在很茫然 索性 有原人遇见谋逆经社 请示之后 才知道一直无法考取的原因是 福德资粮不足 充犯煞以及业主菩萨的干扰 障碍 知道问题的根源 就要努力依照佛菩萨开示的方法去执行 对于业障要诚心地忏悔 认真地持诵经文来解冤事解 对于福德资粮不足 就要先努力地偿还业障后 再认真诵经补福报 欠人家的就要先还清 否则就算福德资粮补足了 欠债还债 天经地义 业主菩萨最大 他还是能障碍您 阻碍您考试 让您考试不顺利甚至落榜 其实只要您认真努力诵经 业主菩萨都看在眼里 人的心都是肉做的 业主菩萨也曾经是人 看到您这么认真诵经 也一定会深受感动 甚至不会再障碍您 您诚心地精进诵经 行善不失也就能和佛菩萨感应道交 在最重要的时刻 必定会避佑您 为您拨转 诵经行善有这么多好处 又有佛菩萨 龙天护法随时看股 真的是一件最划算的投资呀 至于充犯煞 就得依照佛菩萨开示的方法化解 或是送一定的经文数回向化解并增善自身磁场 毕竟充犯煞会影响人的思绪 精神 健康和行为 等等 对于准备考试的考生 也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有缘人努力不懈的精神 真的令人敬佩 准备考试之余 还要工作 补学历 考前两周因为父亲中风 还要与家人轮流照顾 考到最后连存款都用尽了 生活苦不堪言 等等 一般人遇到以上的状况 可能就会直接放弃 但有缘人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 相信佛法能够帮助他改变命运 所以不管有多忙 多末时间 还是努力挤出零碎 时间坚持诵经宵夜 就算生活陷入困顿 还是找兼差工作赚取生活费 并且持续布施 不会因为收入少就不布施 这样的精神 真的令人敬佩 这是真正的对佛法 身心不移才能做到的 若您是佛菩萨 看到这么认真的人 您会不会帮他 当然要帮他 而且是非常用力的帮 最后有缘人虽然是备取 但皇天不负苦心仁 最后还是如愿地到国营企业去上班 这就是佛法无边最好的感应 天助自助者 您要佛菩萨帮助您 您自己要先帮助您自己 您是否 如上述有缘人一样 对于自己的目标与梦想 努力 坚持不懈 您是否认真精进地完成 佛菩萨开示的功课 您是否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 也坚持行善不失 您是否在遭遇挫折与阻碍 处处是与愿违的时候 还能不怨天 不由人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提升心性 善护念 若您都能做到 那金榜提名 心想事成的日子 就离您不远了 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 必定有面对困难与挑战的勇气 必定有舍己为人 不失救济 苦难众生的慈悲心 必定有坚忍不拔 越磨练越见光辉的耐性 必定有时时刻刻 反求诸己的悲下心 在子西悦读一次有缘人 对于诵经后的分享 一 福德资粮不足 业障阻碍 要什么就缺什么 求什么都得不到 二 念经后我就对佛法深信不疑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我都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 诵经行善就有机会改变命运 三 就算要给您的职位已经内定 安排好了 但业障未消 福德资粮不足 无形中仍是会失败 无法就职 业障消完 福德资粮不足 即使您只有备去 但上天仍然有机会为您开心缺额 或是留着职缺给您去就职 四 除了念经 每个月还要持续不断地行善不失 我从还没有收入 就开始不失了 不是等到 开始上班有收入 才开始不失 五 念经的时间 都是应急出来的零碎时间 念经在于 有没有心去做而已 忙人时间最多 六 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身 口 意 念经只是修行的第一步 透过持诵经文 让我们懂得自我反省 懂得觉察自己平日里的言行举止及意念 断恶修善不再做一个无名者 七 有空多读《金刚经》 我发觉提升心性是最重要的 心性不提升好 对外很容易招来干扰 对内则有自己的心魔作乱 让自己永世都无法得到解脱 诵经能开智慧 这就是有元人的智慧 世间万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毁坏 消灭 只有智慧是永恒不灭的 智慧就在您的自信当中 诵经能够开启您的智慧 有了智慧 就能够在人生旅途中做最正确的判断 用最圆融的方式处理 让您事事圆满 顺利 若您有目标 有梦想 但却迟迟未能成功 来是试佛法吧 有佛法就有办法 到牟尼经社请示佛菩萨您的问题 对症下药 用最正确 最有效率的方法 解决您的困难 帮助您更快速地达成理想 不必羡慕金榜提名 事业成功 是别人的专利 您自己也能做得到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自己也能迈向成功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若您身边也有准备考试多年 仍未考取的朋友 动动手指 转发本篇文章给他 让他也有成功的机会 您的一念善就能帮助他改变命运 功德无量哦 南摩阿弥陀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胆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